我们把作者内容给他布局写出来了 然后我们去给他加一个循环 在这里呢我们写个for循环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滚动有没有问题 item我们in100个 然后保存一下 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里内容就刷新出来了 然后我们去翻页的时候 我们去滚动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正常滚动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把它的云含数 就是我们的API 我们去给他写一下 调用真正的需要去关注的数据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需要在Cloud Functions里面右键 去新建一个云含数 云含数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就叫getEther 然后创建 这里面呢去获取关注作者的信息 那么还是老样子 我们先去声明一个DB DB等于unicloud.database 然后呢 我们这里还是会接收一个 UserID 等于event 那既然我们要去获取关注 关注肯定是我们要先获取到 我们的用户信息 用户信息里面呢 会有一个字段 那字段呢叫AtherLexIDs 应该还记得 是一个AtherLexIDs 我们是把所有的关注作者的ID 存到这个数组里面了 然后呢我们要获取这个数组 所以我们需要 ConstUserInfo 等于什么呢 Abit DB.collection 然后呢我们传入个User.doc UserID 然后呢我们.get获取 获取完之后呢 拿到我们的用户信息 等于User.data 0 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我们的用户信息了 拿到之后 我们要去获取我们的数据 那数据呢 let list 加个S 等于 Alet DB.collection 我们要从哪里获取呢 其实我们获取也是从User里面去获取 对不对 我们取到所有的User表里面 所有的作者 取到之后 我们用什么呢 使用一个.aggregate 使用聚合操作 然后呢我们需要 点上一个addFails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 我们叫e-slack 那么好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e-slack怎么获取的呢 我们使用dollar dollar我们没有声明 需要在上面去声明一个聚合操作符 叫dollar dollar等于什么呢 db的command .aggregate 这样的话我们拿到聚合的操作符 使用.in .in呢 传入一个数组 那么第一项 获取的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获取的是 dollar.id 注意同学们这里我们使用id 不是-id 然后我们去获取谁呢 获取user.info user.info. 点谁呢 就是我们的 author -lacks -ids 获取这个数字 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拿到收藏的作者 关注的作者 拿到之后 像我们获取关注文章一样 需要用match 把它传到下一个流水线 传到match的流水线 判断一下e-slack是不是处 它如果是处的话 就把这些内容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最后呢 .n的结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内容 拿的对不对 然后传一个code 给它一个arpe 然后呢 message 我们叫数据 获取成功 最后我们给它传到data里面 .date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之后我们需要获取谁呢 随便拿一个user id 我们获取它的关注 那我们去配置一个测试参数 然后呢 给它一个user id 然后冒号呢 把这个user id我们传给它 现在需要做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要去测试嘛 看我们能不能拿到正确的作者 然后我们上传并运行 清空以下控制台 然后到了一个错误 错误呢 还是我们上次一直去犯的那个错误 应该用let 我们不应该用cost 重新去给它上传一下 成功之后呢 可以看到 获取了一些作者参观的信息 这些信息呢 说明我们的云函数没有包错 没有包错 那么我们来回到什么地方呢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 实际上去调用一下 先找到IP list最下面 我们先去申明一个IP export 等于一个 箭头函数 然后我们去Return一个 $https 没有s 然后我们给它传一个对象 对象呢 传一个URL 传一个Data 这样的话 把getAuthere 我们放在这里 这样呢 一个API声明完成之后 回到我们的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去给它获取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叫getAuthers this.dollarapi.getAuthers 然后点赠 去返回一个内容 在这里给它调用一下 调用完成之后 回到我们的Chrome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就给我们返回了一个作者的信息 那么我们把这个信息去渲染到什么地方呢 渲染到我们的页面里 其实就OK了 那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去给它复值了 复值呢 在这里叫一个Authers List 等于一个空数组 然后呢 我们给它去复一下值 this.authorList 等于data 然后我们去循环一下它 那么我们的k呢 k等于item.id 其实就可以了 现在呢 把数据传给组件 传给组件之后 组件里边就可以去接收 那回到我们的listAuthers 然后在这里去声明一个props props呢 获取了一个item item呢 给它一个type type呢 是一个object default 给它写一个函数 函数呢 去return 给我们返回一个对象 这样的话就拿到item了 item之后 把我们的内容 去给它渲染一下 先看我们的头像啊 头像我们是什么呢 头像我们用item.alert 我们保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渲染结果 渲染结果 我们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是我们的作者名字 和我们的作者的 叫什么 作者的职业 给它去写一下 作者名字 作者名字是 item.author aname 然后我们的职业呢 author.professional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渲染的对不对 这里给我们 有一个报错 看一下 这里应该是 item. 刷新 刷新成功之后呢 这两项都已经渲染正确了 最后一个发体 和一个粉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返回的数据里边 没有 应该是这一项 我们看一下这里 有没有跟我们的帖子 相关的内容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 其实 article.id.s 这应该是我发的帖子 都有哪些 应该在这里面 去给它显示一下 那我们直接用article.id.s 获取它的length 在这里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 刷新 那发帖呢 有两个 然后粉丝呢 粉丝我们获取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粉丝 是什么内容 有一个fans count 这不是粉丝的数量 所以我们就把它 放在这里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我们一个叫什么呢 关注作者的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关注一些其他的 我们下边 我们随便点一个 这个7月 去关注一下 关注成功之后呢 回到关注列表 然后作者这里 我们去刷新一下 那看到呢 这里就会显示我们的内容 现在我们再去点击一下文章 可以看到呢 文章跟作者 其实都已经有对应的内容了 那么我们再把我们的页面呢 回到follow里面 我们把它改成别人 然后我们去刷新 当我们去点击作者的时候 现在不是在文章页面吗 文章的导航里面 我们去点击作者 然后点击文章 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对应的切换 然后还缺一个什么内容呢 跟我们文章一样 就是我们再去页面里面 我们去关注作者的时候 随便点一个进来 我们取消关注 然后回到我们的关注页面呢 我们的作者信息 这里是不是要刷新 现在是没有刷新的 所以我们要去让他进行 有一个刷新的操作 那么怎么做呢 还是适用我们的自定义时间 那我们先把目录 我们折叠一下 在什么地方进行的关注呢 是在home detail里面 那么我们找到关注的 关注的操作 我们在哪里去关注的呢 关注作者是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让他 在关注成功的时候 在这里去uni.dollar 去给他发送一个事件 事件名呢 叫update author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 在我们的unload里面 我们再去监听一个uni.dollaron 那我们去监听 刚才我们发送的事件 监听到之后呢 给他一个箭头函数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 去对他进行一个刷新 应该是我作者 我们把作者去给他 进行一个刷新 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回到首页 去进行一个刷新页面 刷新页面之后呢 回到关注 我们点击作者 作者这里只有 关注了一个 叫java架构师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随便去关注一个 关注一个作者 那这里我们应该会有两项才对 返回点击关注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已经多了一个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关注 关注页面 对文章进行了一个关注 我们对作者进行了一个关注 同时呢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页面 比如说首页 我们去对他进行一个收藏 那对作者呢 我们进行关注 这里都会有一个对应的显示 我们在这里呢 都会有一个对应的刷新 这整体呢 就是我们的关注页面了